撰寫這個成績 我把這個流程做 因為對各位來說是 在程式部分是 比較困難的 不過各位也不用擔心 這個地方 重新做一次給各位看 我的習慣是這樣 清除先做 C 然後把它貼下來 把這個改成成績 直接拿這個來改 因為有時候 要重新自己打那麼多次 蠻麻煩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改成成績 記得不要改錯 範圍都一樣 第二個的話做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if 那 這個邊看 我的成績在這裡 所以呢接下來就是 在這邊打一個Enter 我習慣按個 按個Tab 下一階if if什麼呢 if sales 我要判斷的是在1欄 所以打個1 大於 大於等於60的話 空一個 then 那我習慣 會先把邏輯先打完 然後呢 把結構也打上去 它一定會配合一個反之 反之叫else Enter兩下 一定會配合一個叫 End if 那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有if 沒有End if 它會產生錯誤 OK所以 在裡面再按一個Tab 下一階 那把什麼呢 這個條件如果成立的話呢 輸出的話就把這個輸出 那因為預設是空的嘛 你這邊打一個合格 反之的話呢 就不合格 合格 反之的話呢 就是不合格 所以可以把這個複製 那我習慣是拖拉過按Ctrl鍵 Ctrl就複製嘛 再打一個不合格 這樣就打完了 OK 那習慣這邊再把它delete掉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有沒有縮排喔 這個不是 好看的喔 這個主要是if有打的話 它一定會配合一個End if 也會有一個else 這樣的話 比較不容易打錯 所以這個是一個習慣問題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再多一個按鈕 我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那將來如果你要做邏輯判斷的話 都是 跟這個是一樣的結構 一模一樣 所以 回圈 再配合 邏輯 其實可以 就可以創造出很多的變化了 OK 來試一下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再 比一下 E欄 所以這個是E欄 OK 裡面的 這個裡面 大於等於60 的話跑這個合格 就丟到H 反之 就是丟不合格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打完之後 你可以輸出 看看結果 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 恭喜你 OK 好 那這個當然 難度也有點高了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可以來參考 不過 你可以先Ctrl C Ctrl V 不過也不要習慣 Ctrl V Ctrl C Ctrl V 就沒有了 記得 就是 在 最好是 自己再重Key 一下 感覺會比較有 OK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可以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要插一個函數 假如要 變出一個使用者制定 這個是 制定函數該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這個部分跟那個前面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多了一個if的邏輯判斷 其實這些東西以後呢 都會不斷的出現 其實用來用去就這些東西在判斷 所以如果 你想要將來能夠達到那個自動化的目的 不外乎就把回圈 做熟了 再來就是邏輯 那邏輯不外乎就兩重邏輯跟多重邏輯 這些如果說你將來呢 也可以 習慣了之後 大概打來打去 大概就這些東西 那 同學反應 就是那個 可能我一個段落會有拉太長 所以我現在盡量 會 縮短一下 然後你們先練習 然後你們練習完 我們再往下走 不然有時候我一下講太多 你們有時候 跟不太上 也是 比較麻煩 所以盡可能的 如果你現在跟不太上 你可以反應一下 因為 我 有時候一講 講得開心 就一直講下去了 OK 好 試試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出兩個按鈕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成績 思路 你 如果 在那裏 對 安全